XYG的席位赛本来是安排在挑战者杯之前开始 当时张大仙都已经安排队员去打比赛 没想到官方最后却延迟到 11月份才开始打席位赛 这让张大仙有点郁闷 因为太长时间的休赛对选手并非好事 不过正当张大仙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一个消息对他们非常有利 那就是K甲夏季赛的冠亚军有可能会被取消资格 原因好像是跟资本有关系 这所谓的资本就是这些战队与KPL队伍有关系 为了比赛的公平性必须撇开关系 才能参加席位赛 如果KPL这边直接取消GOG EMC参加席位赛的资格 那必然会引起不满 这才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整 但还是有可能调整不成功 到时候就要被取消参加席位赛的资格 而这两支队伍都被取消资格的话 有消息称会让第三名跟第四名来顶替资格 不管是什么情况对于张大仙而言 这都是一件好事至少能保证队伍不会被淘汰 春季赛就有时间调整阵容 然后拿到更好的成绩 要担心也是夏季赛前的席位赛 张大仙其实有想过买固定席位 但价格实在是太贵 他又不想让其他人加入一起管理 自然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只要队伍能一直拿到临时席位也行 只是夏季赛队伍的成绩拉胯 这才让他开始考虑后续 没想到现在K甲官亚军有可能被取消资格 然后要是去打MTG赢比赛的概率就很大 不用担心队伍调回K甲 这也就意味着张大仙不需要考虑去买固定席位 XYG就有时间进行重组 就算重组让春季赛的成绩变差了 夏季赛前赢下席位赛就是赚 总之K甲官亚军还是有点难受 明明有机会去KPL打比赛 现在却因为资本之间存在着错终复杂的关系 以至于选手没办法去参加席位赛 去KPL打出身价 很明显最难受的就是双方选手